胆固醇 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字就想起 实习管 心脏病 中风 胆祸脂肪 觉得胆固醇是怀胆 健康杀手 其实胆固醇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坏 真正的健康杀手是另有其人 如果身体没有胆固醇 我们根本是生存不了的 所以今天我要分享 关于胆固醇 五样你不知道的事 第一 大多数胆固醇是你身体自己制造的 吃胆固醇会提高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 听起来好像很欺利 但是并不是 只是大约20%的胆固醇是来自你吃的食物 而剩下的80%是你身体自己制造的 如果你今天吃多胆固醇 你身体就做少一点 吃少的胆固醇 你身体就会增多一点 所以食入肚的胆固醇 对大多数人的血液胆固醇水平 是没有影响的 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口 会对食入肚的胆固醇有大一点的反应 但是是LDL和HDL同时作出反应 LDL、HDL的比例依然没有变过 所以欧洲国家、澳洲、加拿大、新西兰、韩国和印度 在他们的官方饮食指南中 是没有胆固醇取量的上限 因为已经有证据证明 善食胆固醇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无关的 而美国在2015年都一样已经除掉了胆固醇的上限 第二 每个细胞都需要胆固醇 你身体的30TL细胞的细胞膜都需要胆固醇 我们以前说的细胞膜只是一条线围着一个细胞 但是其实是这样的 英文叫做 Fospholipid bilayer 你看到的黄色就是胆固醇 它就在轮质之间 但如果没有胆固醇的话 这些轮质一是就太过梳理 或者太过剂病 所以需要胆固醇来保持细胞膜的流动性 第三 胆固醇是制造很多非常重要的分子的原材料 包括 雷固醇激素Steric Hormons Steric Hormons分为两类 第一就是皮质雷固醇Cortical Steric 第二就是性雷固醇Sex Hormons 这个包括男性的红激素 和女性的刺激素 和黄体酮 这些全部的原材料都是胆固醇 胆固醇都是用来制造维他命D 我们经常听到别人说要晒多些太阳 来得到维他命D 但其实如果胆固醇不够的话 我们身体是制造不了维他命D 不够维他命D会影响骨骼 免疫系统和心情 连胆汁的原材料都是胆固醇 胆汁是用来愈化 emulsify食物中的脂肪 将脂肪分成tiny droplets 来帮助脂肪更容易被消化 而脂肪的消化会直接影响 油溶性的卫生素A D E K的吸收 大四 LDL 与HDL 严格来说其实不是胆固醇 LDL 是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低密度脂肪 而HDL 是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高密度脂肪 Lipoprotein是用来混书胆固醇 因为血是水性的 而胆固醇是油性 两个是混合的 所以需要脂肪来混书胆固醇去整个身体 HDL 被称为好胆固醇 因为它收集胆固醇从体内的每个部份 混书到你的肝脏 所以它有在于清除体内多余的胆固醇 LDL 通常被称为坏固醇 因为它将胆固醇从你的肝脏 带到你整个身体 所以被认为会聚集在动物 导致失血管 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对的 LDL 是将胆固醇带到你整个身体 是因为你身体需要容许 每个失血管的其实是已经氧化过LDL Oxidized LDL 而会令到LDL氧化才是真正的大坏蛋 这个我会稍后分享 之后研究完才发现到 那些小又压度高的LDL 会更容易被让发 而那些大粒一点的LDL 是比较没那么容易让发 这份研究建议用小LDL的指数 来做心血管疾病风险的指标 但可能这些测试 没那么普遍 很贵 所以很少人知道 要知道的是 目前健康报告所见到的LDL指数 并不能说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 它是大或者小的LDL OK 现在你知道胆固醇是身体自己制造的 而你适入肚的胆固醇 和血液中的胆固醇 是没什么关系的 那之事说 失血管的胆固醇 都是身体自己做的 为什么我们身体这么确定 特地去做这么多胆固醇 多到要失血管呢 我们来到第五个重点 就是胆固醇是用来修补损伤 什么伤伤呢 压力 长期的压力会使身体制造很多自由基 Free Radicals 这些自由基对我们的细胞 作出很大的损伤 很多人觉得压力没什么大问题 其实有研究已经显示 压力 情绪不稳定 抑郁 真的会影响一个人的健康 高血糖 而高血糖都是一种损伤 高血糖 或者高淡水化合物的饮食 吃不够脂肪 吃不够蛋白质 会使血糖控制得不好 都是会损坏我们的血管 还有 吃太多所谓健康的植物种之油 这些声称健康的油 就是粟米油 葵花之油 米康油 荷蹄子油 菜脂油 大豆油等等 这些油最大的坏处是 含有大量的稳定性低的 多然不饱和脂肪 还有很多促进身体发炎的Omega-6 这些损坏 就会令身体制造更多的胆肪 来修复 身体有少少的损伤是很正常的 我们身体的严正反应都可以搞得点 但是如果身体的严正反应 不停地日夜都转动的话 就会变成现代人的隐形实施 所谓的慢性验证 Chronic inflammation 这个时候 连健康的细胞 组织 器官 DNA 都会被损害 记得我们一开始说的第一个点 是每一个细胞的细胞膜 都需要胆股 那么你身体每天都在这里坏 有很多地方都要修复的话 就令身体制造很多胆股 来救火 细胞损坏就好像火灾一样 火灾的时候 我们会在路上看到很多消防车 消防车就是我们的LDL 当消防车去到现场 消防员就是胆股 就出来救火 但是在救火的时候 一些LDL和胆股 会被烧死 它就变成 养发LDL 导致失血管 虽然失血管是养发LDL 但真正的问题是那些火灾 支持你身体的损伤 而不是消防车或消防员 这时LDL和胆股 所以大家都错怪了LDL和胆股 真正的大胆股是这些 身体的损伤 而导致的慢性炎症 当你看到火灾和消防车 我们当然是要去解决火灾 就是那些发现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故意阻止 不让消防员去救火 火就依然继续烧 就等于食欲硬去减低LDL 这个方法只是会影响 胆股讯的运送 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真正根源 所以就出现了这些报告 说低LDL的人依然都有心脏病 和这个评论报告 看了差不多有7万个60岁以上的长者 发现高LDL人的寿命 和低LDL的人 一样长或者更长 这个和胆股讯的hypothesis 是不一致的 所以报告也有提出 需要重新评估 推荐食欲来减低长者的LDL 来预防心血管疾病的指纳 其实这些研究不是新的 只不过大家已经被洗脑 认为胆股讯是越低越好 大部分的医生 营养师都不知道 因为他们所学的 都是based on 旧的studies 但已经有新的研究推翻 那些旧的studies 而这些旧的健康看法 已经根深蒂固 当我们提出这么更新的健康资讯 人们又很难去接受 甚至去改变 我之前做过的有理真好视频 有提多饱和脂肪是没问题的 都被人骂 你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你可以看这个视频 我在这个视频 破解饱和脂肪 会导致心肺股疾病的迷思 如果你在这个视频学到新的东西 就记得给个like 未订阅的就记得订阅 和按个小铃铛 当我发生影片的时候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和share这个视频出去 给很多人知道 多谢各位 我希望大家可以 涨压自己的健康 达到身心健康 我们在下个视频见 拜拜